好那我跟你們講一下那個透視點 透視線 然後透視線透視點這個 在一般講法比較簡單的來講就是 遠近法 我們在看東西啊 越近的 上次講過了 越近的他越大 越遠的話他就越小 那我們的眼睛人類眼睛跟動物的眼睛不太一樣 從以前的人 他就發現說 原來我們眼睛在看東西 會有一個公式 他們發明了一個公式 畫出來之後 你跟著這個公式畫出來之後就跟你的眼睛看出來東西是很接近的 然後人就發明了 一點的透視點 一點的透視法 跟兩點的 還有三點 三種 一點透視兩點透視跟三點 有什麼不一樣啊 我現在大概跟你們講一下 首先啊 我們啊 看 如果你去海邊 或者去 佳南平原 你看那個地啊 你站的高度 我們眼睛站的高度 你的人 站的高度 人站的高度 眼睛看進去了 越看越遠之後 你會看到 一個地平線 會變成一條線 海邊的話就變成海平面 地如果是平的沒有建築物的時候 就會變成地平線 這個平線啊 我們就講到地平線好了 就叫地平線 地平線 也可以叫做 因為是你眼睛看出去的高度 你眼睛你這樣看出去的高度 所以你也可以叫做視平線 眼睛的 視平線 那這條線 有什麼用呢 這條線是看不見的喔 是你自己眼睛看出去 地平線 很長很長很廣 這樣子 那我們要用這個線啊 把它畫在 一張圖上 一張圖 我們的圖啊 平面 平面 那我們怎麼樣把它畫成 眼睛看上去 是立體的 我都常講說 你畫得好 就表示你騙得好 你騙人家的眼鏡騙得好 因為你畫得那麼像 好像照片喔 因為你畫得很好 但是還是平的啊 你摸摸看還是平的 可是看起來就是像真的 就像立體的 因為你的技巧很好 你畫得很像 騙得很好 立體的 那我們看 一點透視 你先把那個 視頻線 你的高度喔 你眼睛的高度 你先抓出來 視頻線 也叫地平線 視頻線地平線 抓出來之後 你要在這上面 抓一個點 抓一個點 好 簡單的 你就說 我抓在這裡好了 一個點就好了喔 抓一個點 那這個點要幹什麼呢 我簡單的舉例一下 如果你有去 台中港 那個 山頸 那邊 他們那邊的路 蓋得非常非常的紫 非常非常的紫 很廣 所以說 你看那個路啊 他就長這個樣子 你如果站在那邊看那個路啊 你的高度如果是這樣子的時候 你站在路中間 小心沒車的時候再站喔 你站在路中間 你這樣看過去 這是你的眼睛的位置 你這樣看過去 他的線啊 他的路會變這樣子 會變這樣子 然後這裡是斑馬 中間的分隔線 這樣丟丟丟丟丟丟 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 是有等比的長度 越來越長 那你會發現 這條路 最終 最終的地方 他會在一個點的地方 就全部都不見了 會全部不見 全部不見在這個點 那個路很直喔 你看看 全部的點 全部的東西 都會在這邊不見了 不管是路燈 路燈 當然你站在這邊有車 不行 車子 車子 開到這邊 都會不見 這個點啊 就很重要 這個點 我們叫做 消失點 全部不見了 消失點 一點 消失點 那這個點 一定要在 這一條 視頻線 或者是地平線上 就是你眼睛的高度 這條地平線 視頻線 會跟著你的高度變化喔 你如果 蹲下去 上面比較多 你又高一點 那個地平線就會往下 那你的角度就會不一樣 你可以把你的眼睛 你可以把你的眼睛 當成是 一台 照相機 或是攝影機 你可以拿鏡 你可以拿你的手機這樣看 喔 他會跟著變 好 那這一點叫做消失點 那我們取一個消失點 那消失點要幹什麼呢 做畫的時候 你在畫圖的時候 最簡單的 點在這裡 好 我們在這邊畫 一個 正方形 一個正方形 平面的 那我們怎麼樣讓他變得有點立體 又有點透視感 一點透視的時候 你抓住這個點的時候 你就把它拉透視線 你把它拉透視線 拉出來 深度的話你自己取 你如果是火車 很長 你就取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那只是一個 小小的方塊 你就取到這裡 好 垂直 平行 一點透視的時候 都是垂直平行 盡量垂直平行 橫的就是橫的 直的就是直的 要記好 好啦 畫出來 畫出來 就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這是有透視感 一點透視 那你說說 如果我畫這樣子 一個方旁 一個方塊 你如果這邊的長度 等於這個長度 那個沒有透視感 那個沒有一點透視感 只是一個立體的 那怎麼樣才會有透視感 一定要 這個 深度的線 都要拉到 消失點 這樣子畫出來的 東西 才會有透視線的感覺 那你說幹嘛畫這個透視線 透視線畫出來 你在圖上的表現 會比較有深度 這簡單的 那我說 我簡單畫一個一點透視的車子給你們看 簡單的一點透視的車子 地平線 四平線 好 車子 我的點在這裡 我的車子 從那邊開過來 那深度 深度是這樣 然後 玻璃 天花板 這個都有深度的 前輪 後輪 門呆 燈 前門 後門 後照鏡 喔 這個線條 是有深度 所以說 你如果畫一條馬路 這樣子 喔他就有從那個 畫面把它裁切起來 他就有從 這個底 開出來的感覺 他就有從那邊開出來的感覺 誰回來了 有深度 這是前面 一點透視 一點透視 所以說 你們說 我這邊有房子 一樣 房子 平行就平行 垂直就垂直 喔 那你說 我的房子 超過我的四平線 OK 我的房子 平行還是平行 透視線還是一樣 這裡 喔 喔 平行還是平行 透視線還是一樣 房子 這也是一點透視 所以說 當你把那些透視線都擦掉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透過 一點的線條來拉 喔 所以說 他的圖形看起來是不會怪怪的 圖形看起來 後面遠一點的房子就可以直接這樣滑 那這邊 有橫條的透視線的房子 還是一樣都要拉透視線 這樣子 透視線在這裡 這樣子 看起來就有深度的 這個是一點透視的 那一點透視還可以畫什麼 一點透視還可以畫 房間裡面的感覺 房間裡面 看喔 房間裡面 常常在畫那個 哆啦A夢啊 或者是小丸子 小丸子其實他故意把透視有點錯 錯開 你看他就畫人物有時候都不太像你有透視 但是感覺是立體的 那是他的畫寶 房子 點 你拉 中心線 假裝是我們這個教室 你站的位置 你的眼睛 看著那個點 喔那個點 那個點就是你的視頻線的點 你眼睛站在這裡 你站的高度是這樣 站著 好了 那你這兩個牆角 你就可以畫牆角 牆角 牆角的位置 他一定會黏在一起 這些線都是假的 都是在你的腦海裡面出現的線 那這個點也是喔 在腦海裡面出現的 好了 那你看桌子 我們這裡有桌子 透視線 這就是你們現在坐的桌子 透視線 你可能坐在這邊 畫圖 這邊又是透視線 桌子 平行 一點透視的話垂直就垂直 平行就平行 記好 這樣子 桌子上的東西 就這樣 好了 那你說 我有一張椅子喔 並沒有排的那麼整齊 那斜斜的 我有一張椅子 他是斜斜的 那斜斜的話 我跟你講 他的 透視線 他那個一點透視的點 一樣是在 這一條 視頻線上 你可以畫斜一點 我這張鞋子 桌子可能有點斜斜的 他並不是 跟地板放得很直 我的地板如果畫出來是這樣子 有沒有 透視線是這樣 是很正很直 但是我有一張桌子是歪的 我有一張椅子是斜的 你斜的 斜的這個椅子 你的透視線 一樣是在視頻線上 這條線 一樣是在這個你的視頻線上面 你千萬不要跑到這上面來就歪掉了 所以說你還是一樣拉 就像我到時候這邊有一張圖 你看那個三之十九 有沒有三之十九那個 室內設計那張 你有沒有看到消失點 還有水平線 然後他有沙發椅 有沒有沙發椅 但我跟你講他這張啊是兩點透視 那這張是兩點透視 那我現在跟你講這個是一點透視的 好了 你看 剛剛講這個是一點透視喔 裡面如果很正的椅子桌子 那這張我剛剛講錯了 這張椅子如果是斜的 斜的 就會變得有點點兩點透視了啦 我有兩點透視 因為他是斜的 那一樣是在這個視頻線上 這是一點透視的 方式 OK嗎 你們看那個 25這個 最上面那個 是一點透視 25頁 這個上面寫 No.25這個 一點的消失點 一點透視 一點消失點 這個 這是一點的 那我現在教你們 兩點的 好囉 兩點透視啊 他的立體感又比一點透視又更強 又比一點透視更強 那兩點透視 什麼是兩點透視 就是 在你的視頻線上 變成兩個點 在你的視頻線上 這是你的視頻線 或是地平線 抓兩個點 我們剛剛一點透視的話 就抓一個點而已 抓一個點 然後 錘子就是錘子 平行就是平行 然後透視線是這樣 OK 是這樣子 這是一點的 一個點 那兩點會怎麼樣 兩點變成你的 平行線 不一樣 這是一點 兩點又多一點 所以說 你這個平行線 就變得 這樣子 我畫在這裡好了 這個點在這裡 這個點在這裡 變成這樣子囉 變成 這個 變成只剩下垂直線 只剩下垂直線 那深度線的話 就這樣子 好 這是 兩點的 跟一點的 你看有什麼不一樣 一點的就是 平行 跟垂直 跟垂直 兩點透視的時候 變成只剩下垂直 變得只剩下垂直喔 平行線已經變得有 一個深度了 有一個消失點 一消失點 跟二消失點 橫的二消失點 那你看喔 這樣子 你用兩點透視來畫圖的話 又會比一點 來得更漂亮 為什麼 因為那個立體感又更夠了 剛剛 我畫了一點透視 車子 就這樣子而已 車子就這樣子 這是平行的 平行的 我畫錯了 就平行 他只有一個深度而已 就這樣平行的 當兩點的時候 他變成車子 變成這樣子 你看 天花板 玻璃 然後那個 輪胎 後車蓋 兩點的話 會比來一點的 更有立體感 更有立體感 就差這樣子 這是兩點透視 兩點透視 那怎麼樣用一點透視跟兩點透視 就看你在畫圖的時候 你的需要是怎麼樣 我覺得只是一條線 還是我覺得要很有魄力的感覺 就這樣 一點 兩點 兩點 試試看 一樣喔 如果 如果 如果是一個建築物 他超過了 超過你的視頻線 他比你高了吧 所以我們要畫這個建築物的時候 抓很高 兩點透視先拉透視線 透視線先拉好 一點 兩點 高度多少 厚度多少 好 再上去 那這個建築物是找什麼樣子 我們要抓好 窗戶 窗戶 都拉那個透視線 把窗戶抓出來 垂直的位置 這個啊 很簡單 很簡單 一點兩點都很簡單 但是 你看很多人在畫圖 不管怎麼畫 你覺得怪怪的 他就是透視線怪怪的 喔 你透視線沒有學好 你畫圖畫出來 就是怪怪的 就是 欸很難怪怪 歪歪的 因為你的透視感沒有學好 這個 透視線 房子是這樣子 那個 會有問我說 像裡面的窗戶 我有傳一張那個 有窗戶的 位置喔 他說那個窗戶有沒有 一定的 比例把它畫出來才可以 很 漸層的過去 我說 你打個叉就是中心線 再打個叉就是又是中心線 打個叉 就這樣子 打叉 中心線 再打叉 又是中心線 再打叉又是中心線 那這樣子 就會有一個 比例過去了 會有一個比例過去 但是每一個建築物 長得不一樣啊 不一定都是照比例來 那怎麼樣 畫比較快的時候 我有說 因為我們畫漫畫是 講求 速度跟效率的 你把它copy下來 黑白copy下來 去透鞋台畫 知道嗎 要多大也就去畫多大 但是記得那個線條要有透視感 要畫的 有那個線條 透視感要抓好 不要畫的 用瞄的 還要瞄的外層了吧 好 這是兩點的 最後 你看到這兩點的這邊 第二個 表現的就是兩點 最後一個 三點透視 剛剛講的 一點透視 就是平行線 平行線跟垂直線 兩點透視 深度也是有透視線 三點的時候 變成 連垂直線都有深度了 變成連垂直線都有深度了 就變這樣 那什麼時候用在三點透視呢 建築啊 你那個高樓大廈在畫建築的時候 要給人家看起來很有壓迫感的時候 或者是你從高處往下看的時候 用三點透視來畫 效果很好 會有那種壓迫感 會有那種破例 好 一樣 地平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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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取一個點 兩個消失一點 一點 兩點 三點在哪裡呢 三點在天空 在天空 多高 自己決定 我不知道多高 好了 先畫下來 滑下來 滑下來 深度 深度 假裝畫101好了 這個就是消失點 這樣子 斜的 這是消失點 斜的 好 滑過來 滑過來 101 我滑錯了 這樣子 這個一定要 一定要這個 這個線很容易忘掉 所以說 一定要抓 那我們來抓那個 線都抓出來了 好 你看 然後這邊 很容易搞混 所以你要注意小心 好 這邊 這樣 再靠一點好了 這樣 然後到最後 哇 沒了 有沒有 這樣畫出來 你看線條都記得 不要忘記那個 吐式線的位置 你如果畫手的時候 你大概知道 在這邊 在這邊 大概是在那邊 那邊 大概到這邊就變中間了 到那邊 到這邊 到這邊 跟你在畫那個 你看 你在畫軟的時候 有一個地方一樣的 頭髮 頭髮 到這邊變這樣 所以你只要畫熟悉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我大概頭髮是怎麼飄 大概頭髮是怎麼長 眼睫毛也是 眼睫毛 眼睫毛 跟那個透視都有感覺 你要畫 這樣不像 他都說往外飄 往中心 中心點往外 往外 像這樣子 畫手的時候 就變這樣 三點透視 你在畫 你的視頻線 人在這裡 像人不可能那麼高 除非你在另外一個高樓大廈上面 看這個101才會有這個高度 不然通常我們的高度都在這裡而已 所以你要畫一個 場景是 很大很大的 你要這樣子看的 你要很低的看的時候 就不一樣了 變成說 你的角度是這樣子 你這樣看 你抬頭看 哇 這樣子 懂嗎 你看那個 101的房子就變這樣子 你抬頭看 頭髮 這樣子 往上 喔 那我們來看 那個 這一張 一點透視兩點透視三點透視 自己去 大概看一下 三點透視因為他的高度太高了 所以他的點沒有畫出來 你自己抓 所以你常常在畫漫畫的時候 那個透視線常常要跑出畫面以外 常常要拉到畫面外面 然後這個就高樓大廈的 自己參考看看 然後那個房間的剛剛講有一點的 然後還有沙發椅放歪的 他的透視線兩邊 變成兩點 一樣都在這個視頻線上面 好 好 那那個 這個拉斯維加斯 那種 美國的道路很適 就直接畫這樣子 一看就知道 喔 是一個 一點透視的感覺 很簡單 好 好 有問題啊 就過來問 有問題就過來問 說